中国大陆南方今年高温少雨 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走低 曾占地多达3200平方公里的鄱阳湖 如今已经变成一汪汪孤零零的小水塘 湖窗已经干咳开裂 昔日广袤的湖面如今只剩下几个弯如树枝的细流 湘西省水文监测中心 周五发布首次枯水红色预警 鄱阳湖已经降到史上最低水位7.1米 撞下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鄱阳湖今年在三个月内出现汗涝两极化 六月份水位曾创下19.43米的年度新高 但随后受干汗影响 九月份又创下7.1米的历史新低 江西官方称 未来一段时间内鄱阳湖水位恐将继续走低 民众用水可能会受到影响 新台湾电视台记者01综合报道